我是愛的朋友,我是日本人C君的AKMC君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 史上頭醉痛排行榜 我們今天就想說 夏天快過了,什麼東西還沒有做到 我突然想到 啊!冰棒的評比啊 我就想很多人叫我做一個有關酒的冰沙或冰幹嘛 可是我想想那個 明年再做好了 我們先來試試看說 到底冰棒配酒會是怎麼樣 其實我從來沒試過冰棒配酒 你有試過嗎? 沒有 我還真的沒有邊吃冰棒邊配酒 所以我們今天買了6種冰棒 然後我們再買了一隻Petron In Petron 來試試看說 究竟Takilla最適合配上 哪一種冰棒 Let's go Yeah! 好,我們先來吃什麼 吃最常見的好了 不要,我要吃最貴 因為等一下融化 先吃最貴 小時候都捨不得買 森永 但是今天Peter不在 我們兩個要吃完6隻冰棒 實在是 我會很痛 而且我時間限制 不然等一下融掉 好,我先來喔 第一個是森永牛奶糖冰 配上Takilla會是怎麼樣 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是不想喝酒 對 來了是醉了 不應該這樣 好,來 他們並沒有在一起 完全沒有在一起 因為牛奶糖味道很重 反而把融 妹 不要喝了他們 那是開粉是不是 對 其實很好 不要吵 牛奶糖的味道重到現在 我喝不太到融舌蘭 我不能說是錯的組合 可是就差 他們兩個並不適合交往 好吧,我覺得男女之間 有時候關係並不一定要強求 有時候分開或是當朋友 可能才是對彼此最好的選擇 還是我最近來湊熱鬧 來弄一些兩性議題 你怎麼樣? 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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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老師感到就是算命 還是叫什麼 蘇老師這樣 不是那一種 好,下一個 下一個我們要吃什麼 再吃一口 這好好吃 送你 我先開車 那你吃六支冰棒 對,我吃冰棒就好了 那你吃六支 那我們來吃一個 酸甜感的 益生菌冰棒 合意比非多的 這看起來好像 蠻好吃的 很硬耶 很硬耶 哇,這個吃下去好像很幫助消化 我覺得這個會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對 因為酸甜的配塔吉蘭就是會對 第一個,沾著吃 嗯,好難吃 益生菌冰棒是有點酸甜酸甜的 可是包一種塔吉蘭下去別哭 感覺不是很好 我覺得它輸給牛奶糖 因為牛奶糖至少它本體夠強 然後它可以把龍舌蘭壓倒 至少不至於會怪 但是這個組合下去就是不合啦 它太秀氣了 就感覺很像Oniya跟他老婆 就是體型差太多跟很懸殊的時候 有一種 我要跟他小啊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我不知道 你不是蘇老師嗎? 蘇老師 蘇老師節目到此結束 石窮 看給你 等一下,我還沒吃完這樣子耶 不要挑食好不好 好,再來 礦世奇派 我跟你講我本人超級喜歡吃礦世奇派 它其實單價也算滿貴的 來 礦世奇派的痘痘那邊掉下去了 應該要往這些方向走就對了 我買的是美食巧克力 我直覺認為應該是錯的 我覺得它有種黑咖啡的感覺 它偽進還是變苦了 可是我倒覺得這個組合 應該有人會喜歡喔 可可粉苦咖啡苦咖啡的感覺 我再去吃 我覺得應該是錯的 其實我滿喜歡的耶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很見仁見識 不要再抓門了 奧米 屁 走開 吃到了 這個還滿成熟男人的感覺喔 我覺得還不錯 放出其他 給你 我第一個還沒吃完耶 放出其他我自己吃了 我還有三種要繼續耶 想不到我覺得比較輕鬆的題材 雖然是最辛苦 都怪皮特沒養 對啊,還有我沒吃完菜 好像吃自己很飽 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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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人機兩隻冰棒 繼續 再來我認為要試高檔一點 高檔過 哇 這個優惠 這個優惠 你看你看 胡桃精球 喔 該怎麼鬼東西 超好吃的耶 該怎麼超好吃的耶 我剛剛快點領機移動耶 直接當冰塊 唉唷 最後一代 最後一代 我先繼續 但這個很好吃耶 這個超級好吃耶 我覺得很棒 好,再來一次 最old school 小時候小學 沒有錢 只能花10塊錢 買的冰棒就是它 因為我沒找到蘇打冰棒 所以我只買到了 百級大雪糕 布丁的 它價錢多少錢 不知道 長大其實有很多好處 你買冰的時候 再也不用看價錢 我覺得那是我對長大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很棒 有買到一隻2000塊的冰這樣 看如果真的有 我也付了它好不好 我特別為了這隻冰棒開 好 好,那你知道布丁雪糕啊 最好吃的地方是哪裡嗎 黑色的部分對不對 對 跟吃布丁一樣啊 就只吃焦糖就好 為什麼他們不出 整隻黑色的冰棒嗎 這黑色的冰棒 超好吃的 臭掉 那邊布丁也不錯啊 可是就是上面這邊特別的誘人 可是我覺得 如果它真的出了一隻全黑色的冰棒 應該會賣不到 因為有些東西就是這樣 少少才會顯得它珍貴 有一次我去小南門 吃撒瓜幹 然後它的豬頭皮 一盤十五塊 就超級便宜的一種 然後我就點了一碗 豬頭皮 混沌湯 第一次吃我覺得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樣 豬頭皮吃不夠啊 真的是不夠 下次應該點多一點 所以下次再去的時候 你知道我做了什麼事嗎 我點了五盤的豬頭皮 配一碗麵 你知道最後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再也沒吃過豬頭皮 太噁了啦 真的 太噁心了 我不開玩笑 所以我在想這個冰棒 他們在研發的時候 應該是有考量過這件事情 如果整隻都是黑色的時候 是不是反而會讓大家的幻想破滅 因為它不夠稀奇 不夠稀活 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到底在說什麼 好 我們繼續評測吧 好 這一切也是你的 黑色的一半都吃完了 不適合 不適合啦 我覺得它還是要配一些水果酸甜的 應該才比較貴 來 再來是杜老爺情人果 脆麵棒 小時候也很愛吃這個 我從來沒有一次吃過這麼多指點 很棒 我跟你講我覺得這應該是對的 這個應該是對的喔 奇怪 為什麼今天的組合不太對勁 好苦喔 喔 不對 剛吃到裡面的情人果的時候就對了 目前第一名是情人果 可是你要吃到中間的情人果 就配才對 因為中間的情人果味道比較重 它就可以跟Pakia的味道混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OK OK 我覺得樂過 樂過 YES 進入到今天的最後一個 巨峰 這個叫做蛤蜊高果實冰球 我覺得這個特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爽 這個超爽 優啦 果然是優的 這個搭配絕對 散散散沒有問題 好 我要來試試看 我覺得用這個當冰塊 是一個很屌的作用 就直接把Takia 甚至我覺得高粱應該也可以 就把這個冰球 格力高果 12冰球 直接丟進去當冰塊 挖一顆出來吃 喔 這超對的啦 真的 這個超級對的 好好吃喔 這個很好吃 它完全跟Takia混在一起 然後葡萄的香氣還在 Takia的香味還在 我覺得 第一名就是你啦 其他通通 等一下等一下不是 除了情恩果是第二名 其他通通不過 但是今天的第一名 我還是獻給 格力高果實冰球 葡萄口味最適合配上 Takia 等一下 下集結 我還有三隻冰棒要吃